所以我給你解釋了為什麼會有一行為不惡法原則 然後說原則上是不惡法 但例外的情形基於行政秩序維護的考量 是有可能允許可以惡法的 但可不可以 我是理論上允許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是誰來做決定 是由立法權來做決定 所以好比說你現在確定它是一行為了 所以你要惡法好比說要連續處罰它 一定是要法律規定允許你可以連續處罰 你才可以連續處罰 如果不是 你的連續處罰就會違反一行為不惡法原則的要求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怎麼去操作一行為不惡法原則 所以首先你要先確定它是一行為 這個行為到底是不是一行為呢 這問題你們在刑法也會遇到 所以你們刑法也曾經花了 我相信你們也花了很多努力去理解什麼叫一行為 刑法那麼複雜的一行為呢 我就不管了 我們教我們行政法法上需要的一行為的概念 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刑法可能區分的更細緻就是了 一行為呢一個單一的自然行動一定是一行為 這個絕對不會有問題 好比如說呢你路邊違規停車 你就是開車到那邊停下來了 一個自然行動你就把這個一行為做完了 那這個叫做自然的一行為 你不會有任何問題 可是呢會有很多個自然的行動 這很多個自然的行動呢 我們也把它當作是自然的一行為 為什麼 明明就是形式上 外觀上有很多個自然行動 可是為什麼我們把它當作自然的一行為 比如說 你在高速公路上 你超速 然後你超速行駛 你超速不會在這一個時間 比如說在這個點上你超速 然後過四個輪子或者下一個點你就沒超速 通常不會 超速一定會有一段距離 那這一段距離 是你一個踏油門的這一個行動 這一個意識決定 所做成的 那一定會有一定的時間範圍內 這段時間內你都會超速 那假設呢很短的距離裡面呢 存在有三個超速 側超速的那個 那如果是 所以你被拍了三張照片 然後可不可以開三張發展 那就要看說 你那一個超速的行為 是一行為還是數行為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從外觀上來看 你在一公里處的超速行為 跟你在三公里處的超速行為 跟你在五公里處的超速行為 可能有三個自然的行動 在外觀上看起來 可是事實上 你這三個自然的行動 是基於一個單一的意識決定 而它時間上有緊密的關聯性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把這個數個自然的行動 當作是一個自然的一行為 這樣聽得懂嗎 那如果它是自然的一行為 那你就只能罰一次 如果罰兩次以上 不是法律允許的 罰兩次以上 你就會違反了 一行為不二法原則的要求 聽得懂嗎 可以齁 所以你說那如果這麼好 那我就從那個高速公路頭 一踩下去超速 我開到高速公路尾 你就只能開我一張法單 是不是這樣 是啊 如果你有本事的話 踩著腳都不放 你就一路到高雄 你可以這樣抗辯 但通常沒有辦法 通常你都會往休息站 稍微休息一下 行個方便嘛 你再開出來 你就不能夠主張 你是一個自然一行為了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沒有緊密關聯性 所以我就說 你就不會是自然一行為了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實務上 常常就是 一個切點 切開以後呢 來斷掉你那個 連續超速的行為 然後因此就認為 你這個時候就存在兩個行為 那我兩罰就沒有問題 就沒有違反一行為 不二法原則的問題 這時候你就可以主張你是自然一行為 會不會贏 我不知道 但學理上你可以這麼主張 通常距離也會是考量 空間也是考量 所以它要是個自然 就是數個自然行動 要能夠被認定成是個自然一行為 就是兩個要件 你是要是個單一的意思決定 然後你這些自然的數行動 彼此之間要有時間空間的緊密關聯性 少掉任何一個你都可能被切斷 而被認定為是個自然上的數行為 食物上會這樣做 所以你會發現 測速照相桿不能離太近 它要離一定距離以上 所以如果距離太近 比如說這個測速照相桿在這邊 然後五百公尺後警察就停在那邊 做人工照相 測速照相 那也會有問題 那不就是人工的嗎 那不就是人工的嗎 你是說它 大家一定有測速槍啊 那是闖紅燈 那又不是連續超速 可是你是違反 你是違反兩個 有可能 對 但問題是超速必然會闖紅燈嗎 你超速你還是有可能踩煞車等紅燈嗎 那可以講遠了 我到哪去 所以像這種情況就是 你會發現測速感其實要有一定距離 但就是空間上要把你斷掉 然後再來是呢 如果是要手動的人工測速照相 它絕對不會離那個測速感太近 它也是要斷掉那個空間的距離 所以簡單講回過來做一個小小的真理 就是自然的一行動一定會是自然的一行為 沒有問題 但自然的速行動原則上也是 應該會是自然的速行為 可是如果它是基於單一的意思決定 然後這些速行動之間 具有時間空間的緊密關聯性的話 它有可能會被認定成是個自然的一行為 可以嗎 那自然的一行為原則上就不可以惡法 如果存在著自然的速行為 那速法是可以的 可以嗎 沒問題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的一行為呢 有一個比較難理解的概念 叫做法律上的一行為 法律上一行為呢 其實它事實上是有自然上的速行為 讓我立法者把它評價為一個行為 可以齁 你說立法者幹嘛那麼急迫 能夠罰多次一點不好嗎 那當然立法者的話 立法者自己思考了 好比說呢 我們要事法規定 你要開藥局 要申請許可執照 那許可執照合法下來後 你才可以開藥局賣藥品 可以理解要事法這樣規定的原因 那假設呢 有一個假呢 他要開設藥局 但他沒有取得營業許可執照 他就開門營業 然後營業的半年 被抓了 拆罰 請問可不可以輸罰 或者是假開藥局 不要講六個月了 在一個月內開藥局的行為 是自然的術行為 還是自然的術行為 是自然的術行為吧 為什麼 那有沒有那個 我可以說是基於單一的意思決定 時間空間有沒有緊密關聯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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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 除非你永遠門都開就不管了 所以他通常就是會關 關了以後隔天開始又是另外一個新的自然的行為 所以它是存在自然的術行為 沒有錯 所以現在問題來 你覺得立法者是有意要對這一個月裡面自然的術行為 拔三十遍嗎 他有這個想法嗎 沒有 立法者會跟你講說 你要經營藥局你就要申請許可執照 對立法者而言就是一個動作 可以齁 可是這一個動作裡面其實存在著自然的術行為 可是我立法者沒有意思要把你當術行為出發 那我立法者就把你評價成它是一行為 所以這是立法者介入以後 把自然上的術行為 評價成為是法律上的一行為 那因為它就是一行為了 所以你只能夠罰一次 如果你罰兩次以上 不是立法者准你可以罰兩次以上的 你這樣的處罰就會違反 就會違反一行為不二法原則的要求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